我们先带您关心台风摩羯的最新动态 它目前为菲律宾带来了致灾性的大雨 甚至引发土石流 已经造成了14人死亡 摩羯从当地时间2号开始影响菲律宾北部地区 包含马尼拉在内都下起了大雨 除了引发洪灾还有土石流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已经有14人是不幸死亡 目前首都也宣布停课一天 未来几天摩羯还会继续增强 预计将往香港的方向前进 因此香港当地也在严正的戒备当中